去年你用一个颜色来修罗 你记得你用的什么颜色吗 什么颜色 蓝色 耶 那如果这一年呢 这一年 这一年用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觉得这一年像 像什么颜色呢 黑白灰 那每一个的比重会大一点 会很大一点 那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 你觉得会是什么 前年是荒谬 今年是跌宕起伏 那尽管这一年跌宕起伏 那有没有 你现在回头看 有没有哪一刻 让你觉得其实还挺幸运的 首先我觉得幸运的是 还有 没有 懂我的人在上面 愿意 就是陪在我身边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是很 可贵的吧 那你现在如果闭上眼回想这一年到这里印象最深的片段有没有过 就是我 就是我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在电影录演的时候 就是还是挺让人觉得很难忘的 就是一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就是房间里所有的灯牌啊 给我的那个冲击感是很大 你知道我现在闭上眼印象最深的是哪些片段吗 哪些 可是我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一个是我们录舞蹈声最后一天 然后节目都要录完 然后你要去合影的时候 然后你记不记得那天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都搞完了 然后最后我跟你去合影 然后我们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 就是你可能是无意识的突然抓了一下我 就是那一刻就能感受到有种你的不安 啊 嗯 还有呢 还有 从那个哈尔滨回北京的飞机上 啊 最后飞机要落地的时候 然后你看窗外看了好久 那一刻应该想啥呢 我不知道 因为我经常会 比如说看着窗外发呆啊什么的 可能那天那天脑子里边也没想什么 就是在单纯的放空 嗯 对于我心里的这个状态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在放空的时候 最是最容易想很多的时候 不是 准确来说是人在停下的时候 是最容易想很多的时候 但是我只能是说让自己去放空 不要想太多 那这一年陪伴自己最久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不是东西 这一年陪伴最久的人 其实是我妈 因为他一直都在我身边陪着 嗯 然后 后来又养了储物 我很多次其实我都就是我都在想我很庆幸我养了他 因为他是那种每天都在家陪着我 然后我们两个也一起就是他会在在我旁边一起睡觉 然后每天都在跟他度过 然后他又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小家伙 所以有的时候看见他就觉得特别的痴 他的到来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让我都有了 哎 哈哈哈哈 让我瞬间觉得我母爱的光环爆疼 嗯 然后那天 大老师问我 他说他其实才开始不太敢跟你聊起之前的事情 然后呢他就想说你的状态是不是真的OK 并且他还会觉得说还挺惊讶的 就是看到现在你 嗯 他觉得特别好 然后他就跟我说说那比如说我希望的话 就是我们在做音乐啊或什么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我说我希望是一个很洒脱的 嗯 对 就是就是要很洒脱的感觉 因为 怎么说呢 对于我的状态是这个样子 其实 我是不是不是只有随着老师是这样惊讶的一个状态 是我身边很多的人 他们见到我的时候都会觉得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怎么怎么样 我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不是你现在这样怎么样 嗯 但是我其实我的点是 嗯 我也有经历过非常就是 嗯 状态非常非常不好的那个时刻 但是我现在已经度过了那个非常状态不好的时候 所以我就认为说就像你说的一样 我认为我现在应该是一个洒脱的状态 我应该是一个已经就是 经历过然后蜕变的一个状态 所以人不应该永远活在自己的过去 人要一直往前向前走 嗯 而且我觉得打不倒的只有你自己 你只有让自己的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变得更强大 你才可能就是变得更好 就是就是当很多人往往觉得可能你是不是不行了 或者是你的你我就是希望看到你不好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你其实越要坚强的勇敢的去面对 对 我觉得嗯 之前我也看看了一个就是我之前 我不是说我最喜欢的是就是那个Cinderella 我看那个呃 他的电影的时候里边就有一句话写的是说的是 你一定要坚强和善良的去生活 然后类似画的类似就是类似于就是类似于就是这么说的啊 就是你一定要坚强勇敢的善良的去面对你身边所有的人和你的生活 对所以我觉得呃 他也像我现在的心态是一样的 那没有哪一刻会觉得很委屈吗 嗯 当然 当然 我委屈的 当然会很委屈 嗯 对因为怎么说呢就是 嗯 嗯 我的这个人生轨迹中我觉得 呃 对你产生误解的人和事情是非常多的 嗯 嗯 嗯 有的人可能会在你啊很低沉的时候 可能伸手去帮助你学中送碳 也有的人可能会在你很落寞很低谷的时候 嗯 反而去选择另外一个对待你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我人生轨迹中需要经历的 就像 就像很多事情你不是选择去埋怨或者是去怪罪谁 而是你选择去接受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可能 让所有人都能够对你是一个喜欢的状态 或者是他永远都会理解你的状态 我看到你们家门口那个白板上其实每天都要开心 对 每天崭新快乐 对 那它是你对你自己当下的一个希望吗 是的 因为嗯 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很多 呃 不是指我们这个行业 是指很多的平凡的人 或者是一些呃 在社会上面他们呃 呃 只是普通的上班族或者工作的人 他们其实已经是对于生活的这个压力就是已经很大了 甚至很多的人其实他们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的生活 每天只有拼命的去工作啊赚钱啊这样子 为了就是来保证他的生活和他或者是他所也需要保护的家人啊什么的 我其实没有必要再去埋怨这个我有多么的委屈或者是我多么的不公平 因为很多事情它就是一个不公平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我每天都要开心和快乐呢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需要的就是在我呃 认为我觉得很呃 低谷的一段时期里面 我要做的是我要好好的生活 然后 乐观开心的面对我们一天 我最近因为做了一个活动 然后中心粉丝的愿望嘛 然后我看了一下你知道最多的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吗 就是希望你开心快乐好好生活 哦 那不是很有默契啦 就是对 因为我我已经 呃其实人在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呢 他会一定是我有蜕变和成长 那我也觉得说 嗯 不说别人了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是 其实是一个我一直在说欲望这件事情 不得不说你一定是一直想要有更多更多的这个 自己的目标啊或者想要的东西啊 那也就证明着你的欲望 其实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 但是 往往我们 因为这件事情 他会忽略掉生活中最平凡 最 呃 我们需要 最需要去珍惜的东西 那就是每一天的生活 和每一天你的心情 呃 因为我以前经常 比如说我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我就会想 我说 我就会安慰自己 我说开心也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你为什么要选择不开心的功能 对吧 因为每天 烦恼是会很多的 如果你一直沉浸在 你不开心的那个烦恼中的话 那你永远都无法从那个阴影中走出来 你都没有办法去 晒晒每一天的太阳 然后让自己 身上是充满 充满正能量的一种状态 对 因为你之前说 说相信你的人 那肯定会一直相信 然后不相信的 你再怎么解释 也都没有用 嗯 那对于现在这些 仍然选择一直相信你的这些老朋友 你觉得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我觉得是会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感恩的一件事情 对 嗯 因为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么你怎么样去认定一个人的对于你在在你身边存在的一个价值 我认为是一定要经历过事情 你才能够知道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都还依旧选择相信我 然后支持我的这些老朋友们 我觉得我心里是觉得非常的感恩和难得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它不是说用语言可以去形容得了的 它是一种从内心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恩的 我觉得其他那些浮夸的夸张的话 我觉得都不能去描述我对于这些老朋友的感激 对 那如果你对接下来一年让你做一个展望的话 你希望就是比如说如果让你画幅画 或者用一个颜色来定义 那你希望接下来的这一年会是什么样子的 这幅画里一定要有阳光 对 然后一定要是色彩很多的 对 我现在只有在开心的时候画画 就是我我认为画这个东西呢是要在你心情好的时候 你才能画出很美好的东西 嗯 然后我觉得我我我我我不会因为我自己的一些 呃 就是怎么说我这些跌宕起伏的事情和我自己的一个低谷 低谷的这个心情 而影响到我去传达给更多人的这种力量 那有没有想要在接下来一年完成的事情 我有 而且是正在计划 呃 呃 我后面我希望我能够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嗯 哪怕这个事情可能它会被 呃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啊 但是我认为我需要把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呃 传递给更多的人 所以后面的话 嗯 就我们就先不多透露 就是 目前是有这个计划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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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